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要分享一道有关三文鱼的食谱 怎样煎出一盘香煎的三文鱼 方法呢很简单 三文鱼一定要配这个酱才好吃 首先先将我们的香菜根 垂到碎碎的 跟着红辣椒也是垂到碎碎的 过后呢就用蒜米 垂到碎碎的 调味呢就用两汤匙的糖 和一茶匙的盐 然后垂垂它垂均匀它 过后呢才放入一粒的柠檬 柠檬呢是看个人喜欢 如果喜欢酸的话呢放多 如果不太喜欢的呢放少 这个酱呢最不能少的就是玉米 放入两汤匙的玉米下去 然后用汤匙搅拌搅拌均匀 这个酱我给你讲配跟三文鱼或者煎炸的食物呢 非常非常搭配的 学起来保证在未来一定会用到的这个酱料 这个酱料我称为Mayonese seafood 现在就来到我们的主角了 三文鱼150克 记得买来的时候呢三文鱼一定会有刺的 所以说摸一摸它用这个夹子夹出来那个刺 当我们煎好准备刺的时候呢就比较安全一点了 看它的刺蛮长一下的哦 所以说要选完这些刺才拿下去炸 OK现在我们来研制我们的三文鱼 加入少许的盐撒上去 白胡椒粉要多要少看个人 过后呢就撒一点点牛汁上去 Origano 相同的呢另一边也是 撒一撒我们的盐 胡椒粉和牛汁 做相同的方法 这道食补呢适合减肥人士的 尤其是吃在晚餐是最适合了的 因为呢我们没有吃饭 我们只是单单吃这个萨蒙汁罢了 OK现在准备好了我们来开始吧 倒入四量的油 热一热我们的锅 用中火 当油热后我们才放入我们的三文鱼 煎一煎它 我用大概三分钟时间煎一边 煎好了一边呢 才翻去另外一边煎三分钟 买这种三文鱼的坏处呢 就是你翻的时候要很小心 因为它的那个肚子那一边啊 很软很软的 一翻错折到它 我跟你讲直接分成几段了 所以说翻的时候要很小心 要确定说那一边呢已经是煎到熟了 这样翻的时候呢就比较OK 你看我这边呢煎翻的时候不小心 也是翻到一点点脆了一点点 OK三文鱼熟了就可以拿上了 现在我们来准备它的配菜 倒入适量的油 用中火热一热我们的锅 锅热后油热后才放入蒜米炒到爆香为止 蒜米爆香后才放入150克的白菜 然后炒一炒它炒到熟了一点点过后呢 才放入我们的牛油 牛油呢只是用两汤匙的牛油就可以了 直接放上去炒 这样我们的白菜呢更香更美味 白菜呢炒一下下就很快熟了 当它熟了呢我们来调味 只是用半茶匙的盐撒上去 然后炒一炒它炒均匀这样就可以了 OK所有的材料 所有的食物都准备好了 我们来上桌吧 这一道菜呢我可以讲说是减肥的食补来的 晚餐吃是最适合啦 如果喜欢我这个视频呢 记得帮我按一个赞一个分享一个订阅哦 下一集煮什么 下一集再见哟 Bye